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講的東西 是關於一宗小紅書上面的趣聞 有一位國內的女網友 小紅書以香港人問號 歧視問號為題 就是發文講述事件 見到這個標題都知道 這條樣子來者不善 這條樣子上個月月尾 來香港旅行 本來對香港的印象 是不錯 覺得大家都很有禮貌 但是7月31日 去到這個 王國的M記 點餐 點到他一套戲 去旅行還來吃M記 難得去旅行 劉主就表示 點餐的時候 就有3個年輕的服務員 有幾個年輕 我一見 現在不知是暑期公 還是怎樣 我見麥當勞 很多那些妹妹 可能十五六歲 不知道她這些幾個年輕 就說她們年輕 但是態度 就很不耐煩 就疑似 有這個差別對待 就說呢 這些年輕的服務員 對她後面那位當地人 就是香港人 態度就很好 對她就很厲害 意思大概是這樣 她就說 她向這個服務員 說拿餐的時候 對方呢 就跟同事 小小的討論她 好像 之後就看了她一眼 當點餐完成之後 對方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 居然把餐點弄落地 之後又議論她一次 說完還看了她一眼 如果把餐點弄落地 是不是要換過 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要換過 弄落地 不會那麼瘋 你應該去投訴她 還有現在 麥當勞很多都是按那些機 例如你自己 例如你有八十通 或者你有電子支付 那些 可能很流行的 現在 我自己也是用八十通 但我見有些人 有很多支付 又不知怎樣 批來批去 我也不認識 在外面那裏 按部機 自己點餐 然後選擇你的付款方法 例如你說 你按完之後 你給現金的 你就去櫃台付 現在很少說這樣排隊 在這裡排的 越來越少了 現在我有時候 在馬鞍山 想吃麥當勞 都是自己按的 因為你想想 例如我下午去吃 這樣 她只有一部機 是幫你落的 即是有人手幫你落單 其他全部外面都是按的 人手落那條隊 拉龍拉到 哇 超多人排 即是公公婆婆 可能她們真的不懂 按就要排 我這些算是更年輕的 是不是 那就唯有去按一下 自己 我都不是那麼喜歡 我都喜歡人家幫我落 但是你沒辦法 她的趨勢 現在就是要迫你的人自己落 她有一部機 麥當勞那個介面 即是自己自助點餐 都還好 她的介面做得漂亮 方便 易用 你不會狗不搭白 你最慘的 有時候 走去那些小店 所謂 吃碗米線 她沒有餐牌的 沒有人幫你落單 你要拿個電話掃去 QR Code 然後她那裡又沒有WiFi 如果你上網上燈不夠快 都想到你傻乞 又搖 又不知想怎樣 接著你餐牌看完 又不知有什麼食 用電話看 好嬢 不方便 那些就難搞了 我真的覺得 你想科技進步沒問題 但你設計好你的介面 裝回WiFi 才叫人家落單 即是譬如 壽司郎 麥當勞 這些 要自己落單 我不會屌她 因為她做得漂亮 那些東西 即是以前版像 有個平板電腦 給你自己落單 或者好像壽司郎 那樣有平板電腦 給你自己落單 我覺得OK 即是你的平板電腦 弄得這麼漂亮 給你自己打 那個介面 清晰 方便 易用 沒有問題 但是你 那些不妙系 那些所謂小店 那些介面 都不妙知怎樣用 不如轉回人手 不要弄那麼多 浪費夠氣 那說回這裡 她呢 就沒有用那些 叫做 自助落單 就出了去排隊 那樣 就說服務員態度不好 不過不要緊 我都覺得不太熟 整疊這些東西 那樓主就說 見到 服務員的態度和行為 就覺得 好憤怒啊 好憤怒啊 真的 就斥責了 你們的格局 就是這樣的素質 什麼素質 質素還是素質 事實彈 服務員 吊兒郎當 那樣 我惹到你們嗎 我想說 什麼牛逼歧視你媽 不知道說什麼 什麼李祖宗也是中國人 被腦礙殖民了幾年 學會舔人腳跟 真以為自己是外國人了 哈哈笑死 至少大陸人 從沒看不起過誰 你真的這樣想 你肯定 你這樣說 這一位樓主 你呢 可能真的沒有看不起誰 但你的同胞就未必是 你搞清楚 你不要代表所有的同胞先 他前面那些很激動 李祖宗也是中國人 被腦礙殖民了幾年 學會舔人腳跟 很棒 哈哈 有爺餘 就說 沒有人情味 就說 人數質低 嘩 厲害啊 鐵文呢 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不要故意來啦 說真的 這麼故意不開心 玩得 去旅行 最緊要什麼 不是去到盡 去旅行最緊要開心 你去度假也好 去行些明星古蹟也好 最緊要是什麼 最緊要是開心 你現在來到一肚氣 下次別人來啦 說真的 鐵文呢 引來網民熱烈討論 有人安慰樓主 就說 知道樓主 心有不甘 以情況呢 可以直接投訴 就是啊 投訴就可以了 不過他們不怕你 如果你說年輕的店員 他們是part time 回來玩而已 是嗎 說我要炒我 你媽 我都上學了 九月 可能這幾天 那有人就說 這個講得很有見地 就說 不要因為這些事情 影響自己開心玩的心情 有人就說 下次呢 用點餐機啦 有中文有英文 不用受氣 其實很慘嘛 現在點餐都要受氣 其實呢 我又不是完全笑咎 這個國內的朋友 因為呢 我自己都試過呢 去吃一些餐廳 尤其是小店 嘩 那些店員 真是很灰氣 好像欠了他 那樣子 我都很難不喜歡 其實都不是歧視你的 我覺得是不要一來的 是歧視先 其實那些店員呢 我覺得他未必是歧視你的 他可能對所有人都是這樣 可能我去食物當勞 我去叫他都是黑咎我的 所以很難說這件事 他未必是針對你的 可能是針對所有人 其實針對所有人 還是不是針對呢 針對所有人 就不是針對 本來他人就是這樣黑咎 不過呢 有網民就認為 那些店員未必在說你的 你又不肯熟廣東話 他又不是指著你的頭來吵 你怎能夠說人家說你呢 你不要那麼玻璃心 那樣子有人這樣說 都是的 那些店員對著你 嘶嘶嘶嘶嘶 其實呢 我看完這篇文章 其實是態度問題 其實他沒有做過些什麼 吭咎這個樓主 例如他指著你吵你老母 大陸人那樣 那他就吭咎你了 真是 但其實他這件事沒有的 他純粹是對你的態度冷淡一點 或者對你的態度不太好 所以我覺得沒有 可能你當他真是歧視 都沒有辦法了 是吧 可能有些人 有些人就是會歧視的 是吧 我不會特別歧視 我今天呢 送外賣呢 送去這個酒店那裡 送去某一間酒店 OK 嘩 接著呢 那女兒下來 離遠走過來 好嘶嘶 又白 腿又滑 因為他穿短褲 離遠看見 嘩這女兒好嘶嘶精神 這樣 接著走過來呢 他就問我 即是用普通話問我是不是 哪一間餐廳 這樣 那我就說是呀 這樣 那接著 其實我不會說普通話的嘛 那他也有禮貌的 但他講普通話的 我都不太明白他說什麼 接著 給錢的那些 都不知道說什麼 但你都大概都知道要做什麼的 那我給一張單看 那他就給錢我 這樣 看見一個這樣 國內的佳麗 都現在的 他們那些都長得高的 而且那女兒都白的 以前呢 不過可能一點點腫 一點點的 看你什麼鄉下 我想應該 都還多會來香港旅行 嘩 那講回這裡先 那所以我覺得呢 這一個的 呃 女網友 就不需要太過介意 一來那些人 未必是說你 二來他們未必是針對你 可能他們的工作態度 是這樣 那所以我都出來玩 最重要是開心 不開心呢 就想一下去那些地方 看看沒有那些地方是 適合玩的 咯 再不就是在國內消費咯 你什麼 香港人都是 走回去大陸玩的 你又走下來玩 那麼搞笑 我都拗了頭 是不是 那今天我想都差不多了 那都有人幫他那些人講好說話的 就說可能有很多職員都不會講普通話 所以呢 就對著你又不知道應該講什麼 所以顯得比較冷淡 這個都合理的 因為我自己也是 我未必是想揮揍你 譬如 我不會瘋到你說普通話 我是真理的 那你下來去旅行 那你講普通話 就講普通話咯 那知道一個 我不會講 就可能 不出聲咯 那可能我不出聲 可能天口又興 你就覺得我揮揍你咯 其實不是的 那怎麼會揮揍你呢 你無緣無故不出聲咯 你又沒有咯我媽 我又沒有咯你媽 我又沒有咯你媽 怎麼要揮揍你呢 對不對 那所以可能是 我覺得這件事是 我覺得又不需要一來 因為我很不喜歡 我一見到這些標題呢 我就覺得她是來者不善 我一見到什麼 香港年輕人問好 歧視問好 那樣 你不要這樣啦 哪有空歧視呢 說真的 大家上一份工 對不對 那那 今集呢 我想都差不多了 說多一點題外話 喂 未來忍者歸 我會想看的 巴比我未有空看的 可能未來看了巴比先 之後再看忍者歸 OK 那今集呢 講到這裡啦 沒什麼特別啦 還有呢 算了 下一集再講 我重複了多次這句話 那只要夠啦 喜歡我的節目呢 可以訂閱我們頻道啦 那就是 下次見啦 各位網友 拜拜